根據美麗島電子報公布的總統大選最新民調 國民黨如果是侯友宜參選的話 現在這三個人民調又是如何呢 最高的當然還是民進黨的賴清德 38.4% 而侯友宜是位居第二的有26.2% 柯文哲一直大概都有兩成的支持 都有在20.3% 不過這個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就說 其實如果從柯文哲的民調看得出來 他大概也知道民進黨現在的 一些選戰策略 他說賴清德現在 為什麼一直要喊話年輕人歸隊 就是因為柯文哲的支持者裡面 其實大概有50%民進黨的票 所以如果柯堅持選的話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知道是國民黨票 他說並不竟然 當然也會吸走一些民進黨的選票 那麼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柯文哲是台大教授 過去他有跟民進黨一起合作 所以會有一些像這個知識率 還有會來挺柯文哲 那如果只有賴清德跟柯文哲的話 這知識率的人可能就會選擇柯文哲 而不是選擇賴清德了 所以如果柯不見的話 他就會選擇賴清德 當然就不會投給國民黨的人了 所以賴清德非常的清楚 一定要拉回柯文哲這部分的選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